近年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地位 就不断对我国的发展进行无端的干扰 他们认为只有遏制住我国的发展 自己在全球的霸权滥用就不会受到威胁 因为他们对眼前的这条迅速崛起的东风巨龙产生了畏惧 看到我国的发展后就担心会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所以就从各个领域对我国进行无休止的干扰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这些小动作而停滞不前 我国即将迈入探日时代,就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回击 珠海航展一向都是我国军事观察人士很期待的一次大型展览会 而今年的珠海航展也依然像往常一样如约而至 但是跟往期不同的是,这次的珠海航展迎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那就是我国首颗太阳卫星 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我国航天科技公司表示 为了向我国人民展示中国航天即将进入探日时代的决心 将在本次珠海航展上展示由我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首颗太阳卫星 打算在太阳双超卫星出征太阳系之前与公众进行一次亲密接触 让各界军事观察人士也目睹一下中国航天科技的雄风 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 如今我国的一次次成功让世界目睹了什么才是中国实力 我们以一个正在发展的科技、经济、军事 并驾齐驱的发展大国的身份站在了国际舞台上 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如今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 美国想用一些歪把戏来压制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国首颗太阳卫星的亮相就是对美国最好的回应 近很长一段时间来 美国对我们在该领域的发展限制并不少 但是我们还是站起来了 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恶意干扰而停下来 尽管我们在太阳卫星领域的研究 比美国和俄罗斯起步要晚很多 但是我们依旧赶上了他们 所以说以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以后 中国必定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而且据消息得知 在本次的展览会上还将展出反辐射战斗机 歼16等170余项航天科技的军民成果 必定会呈现出中国航天科技 国防武器等领域的硬实力 一直以来 美俄对抗就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话题 从目前的对抗态势来说 两国之间任意一个细小的冲突 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战 并且从总体上来看 似乎一直都是美国在主动挑事 除了军事上的威胁外 美国还在频繁挑战俄罗斯的底线 对于俄罗斯反复说不能容忍的事情 美国却偏偏执行 日前据俄新社华盛顿最新报道称 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 建议制裁35名俄罗斯公民的法案 美国方面给出的理由是 这些人涉嫌参与侵犯人权 不过从这一制裁名单上 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心思 据悉这些人物都是俄罗斯高层人士 包括俄罗斯总理以及总统新闻秘书 也就是说 美国所谓的侵犯人权 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其根本目的是想用通过制裁 向俄罗斯施压 从而让其屈服 除了制裁以外 美国还逮捕俄罗斯天然气集团 诺瓦泰克首席财务官 施加的罪名是 其涉嫌税务不当行为 但是在俄罗斯 该名高层管理人士 被认为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高管之一 也就是说 美国这次逮捕的罪名 很有可能是强加给俄罗斯的 这或许同美国一直以来制裁的 北溪二天然气项目有关 因为在美国看来 俄罗斯北溪二天然气项目 是俄罗斯扩大其在欧洲影响力的 重要举措之一 而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 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可想而知 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之下 俄罗斯势必会有所回应 从这里来看 咄咄逼人的是美国才对 俄罗斯不过是对美国挑衅 做出强硬回击罢了 但是 美国国内一些人士 想到俄罗斯可能的回击举措之后 选择示弱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将军认为 美国需要研究 扩大美俄军事接触的方法 此举目的是为了增加 美俄双方的军事透明度 降低两国的战争风险 从世界大局来看 这一提议是符合整体利益的 但是随后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表示 美国的法律 限制了美国和俄罗斯 进行军事接触的机会 也计这一提议 是违背美国相关法律的 但是马克米利将军坚持认为 美国至少需要考虑 美俄军事接触的可能性 这一话语我们可以理解为 即便是违背美国法律 美国也要这么去想去做 从美国内部的 两种不同的声音来看 美俄之间的局势 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素 三国建立的三边安全联盟AUKUS 依然在国际社会引发持续关注 美国野心逐渐暴露 澳洲突然沦为殖民地 而不似之 被问到是否会和大国开战 澳国防部长如何回应 在新联盟组建不久后 美国方面就已经放风透露 将在澳洲轮流驻扎 美国各型战机 更多美军陆战队 将在北澳达尔文港部署 近日美国空军时报报道称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 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将军表示 F2 F35 F15 F16 B52 B1 只要澳大利亚同意 我们有什么就会派什么 美国正逐渐加大 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感 有澳大利亚人在社交媒体讽刺 澳大利亚正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近段时间 美国不断拉拢盟友 组建小圈子围堵中国 除了这次新组建的AUKUS 澳大利亚也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 一直都相当忠诚地 跟美国步调保持一致 充当反华及先锋 而这次澳大利亚多次被美国卖了 还沾沾自喜帮人数钱 澳大利亚冲在反华一线 对华出口暴跌 而口口声声 说要和澳大利亚站在一起的美国 却趁机抢占了澳大利亚在华市场份额 在澳大利亚疫情肆虐的时候 美国限制疫苗出口澳大利亚 其采购的2500万剂莫德纳疫苗 只到手了100万剂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都不记得 奥总理莫里森名字 称奇那个澳大利亚的家伙 当舔狗到这种程度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而且这次澳大利亚激怒的可不止中俄 还有欧洲传统盟友以及附近邻国 由于美英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 新西兰立即宣布拒绝澳核潜艇未来驶入其海域 印尼取消了澳总理访问行程 马拉西亚也谴责澳加剧军备竞赛 而澳大利亚撕毁和法国的高额潜艇合同 契约精神引起法国以及全体欧盟的唾弃 而且很显然美国正逐步把澳大利亚打造成一线军事堡垒 若是冲突澳大利亚肯定是拿来当盾牌的 而且澳大利亚甚至还挺心甘情愿 最近澳大利亚舆论多次提到要和中国开战 对于这个问题澳房长彼得达顿回应称 没有人希望看到冲突 但这确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问题 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 达顿对可能与中国开战前景发出直言不讳的警告 澳大利亚前总李希廷近日表示 中国从未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威胁 然而澳大利亚渲染塑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 如果澳大利亚真敢冲在一线 这次谁也不会救 谁也救不了澳大利亚 他将为刺身灭亡做好准备 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联盟正持续挑食惹火 中国虽说没有进行强硬的反击 但通过军事演习以及失烈的严厉警告 均可以看出该国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面对这种情况外界非常担忧冲突爆发的时间越来越接近 要知道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 这段时间双方产生的矛盾 无论大小都牵动着全世界的心 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曾发出警告 中美关系已经完全的功能失调 很可能会引发新冷战 很显然这是事实 是外界都看在眼里的 自拜登上台 中美关系不仅没有缓和 反而持续紧张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 近日这位联合国秘书长却罕见的对中美进行了盛赞 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悉 近日在一天之内 中美共同对外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 由于疫情原因 中国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会上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就全球气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随后中方就全球气候问题表示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并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有趣的是 包括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英国高级气候官员夏尔玛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第一时间对中方的这则声明表示了欢迎 其中 克里还盛赞道 中方的决定将会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就连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也表示 作为第一个做出上述承诺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此举值得大家赞赏 与此同时在当天的晚些时候 拜登也定下承诺 表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就气候问题上的援助于2024年增加 计划用114亿美元让多个发展中国家用上清洁能源 以用实际行动来解决全球气候问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重点问题 而气候问题绝不是仅仅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 这需要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哪怕是当前关系紧张的中美也不例外 此前拜登总统还专门派出其气候大使克里两次访华 足以说明全球气候问题的严重性 如今两国又在同一天宣布气候问题的解决 以至于联合国秘书长非常高兴对双方的表态含见予以胜散 可见在他看来就算中美关系紧张 在气候问题上仍然会密切合作达成共识 中美双方真的会就气候问题从底一变成有吗 在分析看来这并不好说 以往美国的承诺并不少 可基本上都被自己推翻了 此次在气候问题上的承诺会不会兑现 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再者美国疫情期间 不惜冒着国内民众的生命安全也要与我国作对 如今该国会是一个因为气候问题就轻易放下对我国的敌意 转而进行合作的 分析认为古特雷斯此前新冷战的警告并非恐吓 至少现在还不能把美国想得太好了 指不定这又是一个坑 正所谓有美国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争吵 近些年来 美国凭借自己超级大国的身份 在国际社会上横行霸道 而如今看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的实力迅速崛起之后 便感到惶恐不安 拜登政府认为 如果任由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能力 那必将会对美国的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就开始制造混乱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局势也开始逐渐升温 变得混乱起来了 俄罗斯的国防实力对美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尤其是俄罗斯的核武器和导弹 更是让美国人头疼 但尽管如此 除了在军事上美国不对俄罗斯进行干扰之外 其他领域的干扰还是不少的 因此俄罗斯对美国的敌意也是不轻 据相关消息报道 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7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 对美国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拉夫罗夫称 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在试图占领这个世界 他们想通过一些所谓的国际法来削弱联合国的存在 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世界需要联合国而不是需要美国和它的跟班 美国也一直进行着一些冷战思维 譬如举行一些民主国家峰会 这样的行为是极为可耻的 因为这是在试图把国际社会推向落后 尽管美国向来都称维护地区安全 但是从他们的各种行为上可以看出 破坏安全局势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此外 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这项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八方认为 印度应该正确看待塔利班局势 为了阿富汗人民的安全和利益 加强局势的稳定 而不是协同美国一起搞破坏 对此 印度认为 巴基斯坦是在支持一些不正规的组织 并且滥有联合国所提供的平台 发布一些对印度不利的虚假消息 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 其实不论是拉夫罗夫的指责 还是印巴的争论 根源还是在于美国 因为美国的一系列举动 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美国近期不断以维护地区安全为由 展开一些恶意的行动 但殊不知 美国自己才是那个 对国际安全稳定形势的最大破坏者 所以说 联合国应该对美国的行为有所限制 总之 国际的稳定局势需要世界各国都来维持 而类似于美国这样的破坏者 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如果继续任由放纵 只会越来越得寸进尺 接近 repetitive ights 诧续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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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